我們要上的東西叫空氣污染 就是 人類 製造了一些 有毒的有害的不必要的東西 排放到空氣中 讓空氣的品質不良 就稱為所謂的空氣污染 就稱為所謂空氣污染 空氣污染指標PSI 這是從美國差來的 不過美國差已經改成叫API了 台灣叫PSI 有個空氣污染指標 用這個指標來表達空氣污染的程度 這個指標的做法國中沒有教你聽聽就好了 這個指標的求法國中沒有教你聽聽我說就可以了 它監測五個東西的濃度 它監測五樣東西的濃度 每一種濃度會給一個數字 你說有五個數字 五個數字裡面最大的 就是我的PSI 比如說 全部為例 100 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 50 二氧化硫 50 一氧化硫 100 臭氧 200 200最大 你的PSI就是 200 所以我監測五個東西 全部為例 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 一氧化硫 臭氧 然後呢 不同的濃度 給不同的數字 有五個數字 五個數字最大的 就叫做了PSI 知道就可以了 我就沒有交 懸浮為例 懸浮為例 用國中生的疼度說 這是灰塵 這是灰塵的意思 台灣主要的空氣污染物質 是懸浮為例跟臭氧 台灣最主要的空氣污染物質是 懸浮為例跟臭氧 這兩個是台灣的主要的空氣污染物 好 PSI 空氣污染指標 監測五個東西的濃度 一個濃度給一個數字 就有五個數字 五個數字裡面最大的 稱之為我的 PSI 空氣污染指標 然後 背 50以下 叫良好 100以上 叫不良 50以下 表示空氣品質良好 100以上 表示空氣品質 不良 空氣品質不良 好 我講義沒有寫嗎 我講義沒有 這個普通 三年級的地科講義會有 普通 普通 OK 50以下是良好 背這個 一般考試考這個 一般老師考試考這個 多少以下叫良好 多少以上叫不良 背他就對了 OK 那 大家講過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這個 每年冬天都有發生 一氧化碳中毒 正常的 正常的瓦斯蘭燒 燒出來是二氧化碳 但是為了氧氣 工藝不足 就會變成 一氧化碳 所以你把門窗都關起來 然後在那邊燒東西 它就會變成一氧化碳 然後你就會 吸過多 它會 你這個什麼劍鎬 你會覺得 你會跟你同學頭結合 吸在氧化碳 再見 所以一氧化碳中毒 所以一氧化碳本身 這是有毒的東西 硫氧化碳 就是二氧化碳 三氧化碳硫氧化碳 就是空氣 煤炭 石油中有硫的成分 燒完就會產生硫氧化碳 氧化碳 氧化碳 我們前面說過了 氧化碳不容易反應 不容易作用 但是高溫會作用 所以高溫的氣色引擎 會產生氧化碳 這兩個環頁 這兩個環頁 本身就有汗 這兩個環頁本身就有汗 積多了對你的呼吸系統不好 哮喘 過敏 喉痛 什麼什麼之類的問題 他們還會造成所謂的 酸雨 溶雨水之後 會使雨水變酸 會造成酸雨問題 國山的地科 我們會再說一次 再說一次 然後就會有一些 虎蝕的事情 傷害湖泊 什麼什麼之類的問題會出來 改變 酸點性 怎樣怎樣的事情 所以 二氧化 硫氧化碳跟氮氧化碳 本身就是一個有害的東西 會造成汙漆 造成一些問題 同時它溶雨水會造成所謂的酸雨 所謂的酸雨 玄迴力 我講過了 國中程度 玄迴力就是灰塵的意思 就是灰塵的意思 所以造成所謂的烏煙盪氣 你們有念歷史 要怎麼沒 異國東業革命之後 然後呢 就殺了很多美 然後什麼霧霧啊 我們這邊的東西都黑黑的 黑黑的這樣 烏煙漲氣 這些 沒有燒完的碳粒 跟這個碳粒 跳在空氣中 跳在空氣中 好 叫做全不為例 臺灣的主要空氣污染物 就是這個 所以怎麼辦 替代 找一個污染性少的能源 有人在推展所謂的瓦斯公車 瓦斯計程車 為什麼 因為瓦斯車燒甲碗 甲碗就是甲碗 二氧化膽跟水 不會再產生什麼瓦氧化霧這種問題 所以叫做比較乾淨 水中的它比較乾淨 但是它還是沒有解決二氧化膽的問題 它還是能的二氧化膽 但是沒有一些瓦氧化霧其他雜質的問題 水派在一樣 少比較乾淨的東西做 減量 少用一點 鼓勵大家搭乘大眾捷運系統 這樣子平均每個人 會產生的瓦氧化霧 就會降低 減量 大家就去除 煤炭先脫瓦 煤先脫瓦 沒脫瓦之後 就不會狠身瓦氧化霧 或者是 煎量 汽量用無煎汽量 這樣裡面的煎污染就會降低 煎污染就會降低 大家就是不要讓這東西進去 比如說我加出煤轉換器 就跟食物我東西出去之前 經過出煤轉換器 把它轉換成乾淨的沒有煤的東西 稍微更完全一點 或者今天中有一個 靜電集成器把這煤灰都先吸走 不要把它飄到 空氣裡面去 宿煤轉換器現在都有 這也是為什麼要用 無煎汽油的原因 宿煤轉換器都有一片白晶 白晶善於吸收氣 可以讓我發生一些反應 然後都變乾淨 它不可以用有煎汽油 因為有煎汽油牽會蓋在白晶上面 煎汽油要重點 這白晶就有煎汽油 為了使我排放出的氣 風氣清新 請用煤煤轉換器 為了要能夠使用煤煤轉換器 請使用 無煎汽油 無煎汽油 OK 就這樣放出來的東西 這東西就看一看就可以了 沒有什麼內容 OK 請問有問題嗎 沒有 結束